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感动自己 以此来增长自己的菩提心 有菩提心的人就是菩萨 菩萨就是利用这份无私的爱 来感动一切主身 菩萨就是要不断地充实自己 奉献自我 以此来完成我们的终极目标 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如果我们发大菩提心 依佛所教 老实修行 就能感得护法善神的勇护 使我们一切皆能顺心 昼夜成效 所以一位老实的佛弟子 从发心起 即不用在烦恼生活中琐碎小事 不必攀缘 不用有压力 因为我们生活与修行的一切 护法善神都会将其安排妥当 使我们无后顾之忧 让我们能够安心办到 你要让我们的心 执着于某一对象的作用 千万千万 其说是 攀取原律就是指我们的心 执着于某一对象的作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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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动机与目的 正确的动机是什么 就是以利益众生为动机 当我们一切都以菩提心为动机时 不仅充实了我们菩提心的修持 也达到了利益众生的能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的坚定信念 才是我们唯一的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修行并没有捷律 不要好高无远 踏实地走向每一步 实时检视自己的菩提心 这才是修行的正确之道 对待一切生命的平等心与责任感 是发展国提心的重要基石 如果能够平等地善待一切生命 有如爱护自己的母亲一般 并且对于一切生命的苦乐感受 有着很深很强烈的责任感 我们才能更进一步讨论何谓菩提心 若没有一切众生互相掌养的平原 也不会有今天的我们 为了报答众生的恩德 为了报答众生的恩德 我们应该积极努力地学习实践 并圆满菩提心 此菩提心就是诸佛成就的本本 而菩提心的修行 是自他二利最为圆满的教育 长养略成羊 生长养育的意思 什么是忏悔 心改变了 不再随着贪嗔痴而转 并且真实地生起菩提心 了知罪业的本体 已不离开空性的本质 了达此意 就能灭除许多罪业 并且将能渐渐拨开 我们的执着习气 使心清净 直见本性 当我们内心想起父母时 总会是最感动的时刻 但是我们不能只思念 这一生的父母 而应将此感恩之心 获集于无量身的父母 每一个生命都成为我们的父母 特别是大乘佛教 应将一切有情 视为自己的父母情 以此特立无体心 适度众生的愿心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情 就是有情事 有爱情的众生 修行的原则应是 第一 事断一切恶 就是时时反省散叶 是否有不善之叶产生 有则应克制与断除 第二 事修一切善 除了消极的断恶之外 还要积极地修持善业 以增进内在的涵养与修持 第三 3. 誓修菩提心 更近一步 因圓满修持菩提心 就是保持利他 与正觉的心灵状态 净化自己 关心众生 不要太凸显自己 五月聚合的我 只是毫无自信的本质 因此哪里还有一个我 诸法的本质 虽然是空性的状态 但并非如牧师一般的无情 因此我们应再进一步 将空性的广大行量 圆一切众生 而普生大菩提心 圆满自他利益的修行 五蕴又称五音 就是内聚 一切有违法的色 受 想 行 事 五种被变 字体具有的真实不变 清纯 无杂的本性 称为自信 称为自信 一切有的真实不变 称为自信 也许可 尤其是非自信 有的真实不变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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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德 阿弥陀佛 学佛就是学慈悲 慈悲的对象 就是普度众生 对人来讲 那些还不懂的佛法 不信因果的人 是我们要慈悲的对象 对众生来讲 那些要被杀的这些畜生道 更是我们慈悲的对象 对无形的来讲 鬼道地狱道 虽然我们眼睛看不到 更是我们每天要普度的对象 所以希望各位呢 多打开生命电视台 把生命电视台弘扬 对每一道众生的这种慈悲 那么推广出去 所以我们要印很多经 我们要办很多法会的活动 我们要建设更多的护身延区 我们这些工作 弘扬到全世界 阿弥陀佛 护身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武化基金会 生命电视台中五方讲堂 举办起见四十九天药师法会 传授八观栽解 继礼拜药师饱餐四十九天内 每天下午两点 供送药师金 持药师灌顶真言 护身 点灯 供水 药供 继甘露实施法会 日期3月3号星期六 上午九点开始 恭请站立法师主法 日期3月10号星期六 上午九点开始 恭请站立法师主法 日期3月17号星期六 上午九点开始 恭请站立法师主法 日期3月24号星期六 上午九点开始 恭请站立法师主法 日期3月31号星期六 上午9点开始 恭请站立法师主法 日期4月7号星期六 上午9点开始 恭请站立法师主法 地点台中五方讲堂 地址台中市北区 崇德路一段631号三楼之一 联络电话04-2238-9987 04-2238-9987 广传佛陀三称法 关怀生命力友情 生命电视台陈真工作人员 宜兰地区 1.会计 熟悉财务会计相关业务 熟税务相关法令 及劳健保相关业务 需具耐心 细心负责 具沟通协调能力 及抗压性强 2.一恩居摄影师 具经验 3.企划执行 相关经验 或大船相关科系毕业 4.剪辑师 具相关经验 熟ADIES剪辑 译者请被立照 E-mail至 S-H-I-U-H-U-I-A-T-LiB-T-V-O-R-G-T-W 邮寄 摄影师 具经验 工作地点 新北市新店区板桥区 译者请被立照 E-mail至 S-H-I-U-H-U-I-A-T-LiB-T-V-O-R-G-T-W 邮寄 伊兰县 三新乡 三新路 二段二十号 联络电话 03-989-9319 手机 0933-441-910 联络人 吴秘书 高雄地区 E-企划执行 相关经验 或大船相关科系毕业 译者请被立照洽 高雄市新兴区 中山二路472号7楼之一 E-mail记质 YUAN.hsi atlivetv.org.tw 联络电话 07-221-2323 联络人 胡师兄 以上人员年龄不拘 生命电视台 结成欢迎 具正信佛教徒 及存素使者 加入我们的行列 过去佛陀在世时 有许多杰出的弟子 他们的长处各有不同 例如 舍利佛是智慧第一 木剑连是神通第一 而阿纳律则是天眼第一 他能清楚地观看到 三千大千世界 连非常微细的地方 都能够看得很清楚 阿南知道了 就问佛说 世尊 请问阿纳律前世 有何因缘 使他今世 能够有如此的天眼呢 佛回答说 在过去的九十一节前 辟婆师佛入涅槃后 那时 阿纳律是一个盗贼 他便到佛塔中去 想盗取财物 当他来到佛塔时 佛前的灯火 已经快要熄灭了 他见了 便赶紧一见 将灯心波振 使灯火又恢复了光阴 盗贼看着灯火 忽然感受到佛灯光明的威力 心里不觉肃然起敬 他想 别人都愿意拿物品来供佛了 我哪里有偷盗的道理呢 因此他就放下偷盗的念头离去了 就是因为他将佛前的灯调整好 使灯火能继续散发光明的这个因缘 所以之后的九十一节 都能够生在好人家 并使他逐渐除去原来的习气 福报也不断增加 到了今生还能够遇到佛 并且出家修道 得阿鲁汉果 而在众人之中也是天也第一 能够慕清一切 阿纳利尚且都能够从盗贼 获得如此殊胜的佛报 更何况是诚心在佛前点灯供养之人 其所获得的佛德 更将是无量无边了 经中又记载 如果我们常在佛塔 寺庙中千成的燃灯供佛 会有下列的佛报 一 双目 四肢永远完好不生缺陷 二 身无病痛 嗓门柔软声音妙好 三 心地清明聪慧 互为鱼痴所转 四 视力良好如魔尼珠能照微细物 五 眼球 角磨 结磨 永好不坏 六 生活安稳 衣食丰足 心无所惧 七 身心自在 善才善宝 滚滚而来 八 可获美丽的阴络及优美的灵源 九 身体健康强壮 充满生命活力 十 不会与他人发生口角打斗事 走遍全球 都不会生无名烦恼 发挥慈悲 抢救生命 尽在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生命法语 您先有五位最适合分导的阶段 倒五位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徒姜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 当人年纪金 头发欧 这出的青春全成世纪 是第一个 适与温度的解答 二 当人的身体健康 消化凌热状 胜苦无缩礼 也无悲喊的事 是第二个 适与温度的解答 第四个 适与温度的解答 尤其没什么问题 人能靠朋友的帮助过外时 是第三个 适与温度的解答 感谢观看 第四个 适与温度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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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逐温度的解答 ir 适与温度的解答 人的解答 人的解答 人已经做到辨味的事 难以拆 shifts 自己去做到辨味的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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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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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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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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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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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